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生在世 不如意之事 十有八九 生活中 许多人都会有抱怨的习惯 殊不知抱怨的恶果很重 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麻烦 论语中讲 以德抱怨 当你生起了抱怨的念头 千万要警觉 不要被这样负损耗的情绪所控制 回心反省 以一种欢喜心淡然面对尘世烟雨 切莫因此而造下无可挽回之夜 一 一切都是因果 佛曰 预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世 预知来世果 今生作者世 每一种性格的背后都是一种因果 每一个优点的背后都是幸福 每一个缺点背后都是苦难 一天佛陀讲经说道 忽然叫起弟子阿难说道 你拿个桶子 到前面五里路远的一个村庄里 像在井边洗衣服的老夫人讨一桶水回来 态度要和善 阿难听后点点头 拿着桶向佛陀指的方向走去 过了一会儿 阿难走到了佛陀所说的村庄 果真有位老夫人在井边洗衣服 于是阿难坐一问道 老人家 我可以向您讨一桶水吗 老夫人抬头看了一眼阿难 竟然怒从心声 说 不行 这井里的水只给村子里的人用 任何外人都不可以 说完便赶阿难走 阿难苦苦哀求了半天 老夫人也无动于衷 阿难只能提着空桶走了 回去后 阿难把经过和佛陀说了一遍 佛陀听后示意阿难先坐下 然后又让弟子 使离佛再去讨水 使离佛同阿难一样 到了村庄便看到井边 有一个老夫人在洗衣服 也作医问道 老人家 我可以向您讨一桶水吗 老夫人抬头看到 舍离佛心生愉悦 仿佛是看到了亲人一般 高兴地说道 可以 我帮你打水 不仅如此 水打好后 老夫人还给舍离佛拿了一些食物 让她路上吃 舍离佛拿着食物和水 回到了寺庙 也将经过告诉了佛陀 阿难问佛陀 为何如此差别 佛陀开始道 前世这位老夫人是只老鼠 他死在路边被烈日整日暴晒 当时阿难是个商人 路过看到死老鼠 心中起了嫌恶之心 掩逼而过 而舍离佛当时是个读书人 看到死老鼠心生怜悯 便顺手捧了一把土 将其掩埋了 前世因金生果 别人今天所能拥有的 都是前世所造的善业 你没有得到的 是你过去造的善业还不够 二 世事无常 无需抱怨 庄子在山目中记录了一个 方舟计合的经典故事 年轻的农夫在水里面 火急火燎地划着船 以便天黑前能赶到家 结果突然发现 前方驶过来一艘小船 眼看快要撞上 农夫慌忙大喊 让开让开 你这个白痴 谁知对面的船恍若无闻 反而离得更近 尽管农夫尽力避开 但也为时已晚 最终两只船还是撞上了 农夫生气的斥责 你是不是故意的 早喊你避开了 仔细朝对面一看 农夫愣住了 因为对面船上没有一个人 他一直生气抱怨的对象 只是一艘空船 其实世事磨难 就如这空船事件 你以为的故意刁难 其实都是生活常态 冲着无人驾驶的船 指责抱怨 徒增了烦恼 并不能改变 他的行驶轨迹 上天从来是公平的 从来不会优待任何一个人 也不会亏待任何一个人 你在咬着牙苦苦支撑 别人也有难眠的夜 你以为生活在后此薄彼 殊不知他人也有 无法言说的苦楚 命运公平 给了每个人历练的机会 虽不要再抱怨怀才不孕 也不要感叹时运不济 看开人生的百味沉杂 看淡命运的坎坷险阻 才能把阳光拥抱满怀 学会坦然地接受生命的洗礼 自称一派瑰丽的风景 三 与其抱怨不如改变 小时候老师念过一个故事 记忆颇深 一个小男孩 帮开酒场的父亲 看守木桶 每天晚上 他都会尽心尽责 擦拭每个木桶 然后马放得整整齐齐 可是次日 风总会把摆放整齐的木桶 吹得东倒西歪 男孩非常伤心 父亲安慰地劝说 没事孩子 这不是你的错 我们想办法征服风就好了 男孩眨眨眼想了一个办法 他把每个木桶都装满了水 果然风再也没有把桶吹倒了 的确如此 既然不能改变风的方向 那就改变自己的重量 这才是一个人 不被打倒的好办法 心由静转 静由心生 改变了自己才能转换生活 就如同黑夜前行 有人看到的是风雨如晦 有人看到的却是漫天繁星 既然左右不了天气 那就在下雨时享受 一缩烟与任平生的气定神仙 既然改变不了环境 那就在低谷时感受 采菊东篱下的悠然自得 古人言君子无德 怨自修 小人有过怨他人 真正的强者 从不怨天尤人 因为他知道要让事情变好 只有自己变得更好 如果上天朝你泼杯冷水 那就烧开了泼回去 如果生活给你一个柠檬 那就榨成枝加点糖 你能做的就是把生活的磨难 双倍的还回去 只有把抱怨的情绪 转化成努力向上生长的力量 才是幸福生活的开始 佛说一念称心起 百万丈门开 佛家常讲 要尽量贪称吃 生活中有些人特别爱抱怨 你抱怨别人也好 抱怨自己也罢 这都是由于我们自己的称心所致 抱怨是造业的起因 世间诸多斗殴 毁坏 称杀等恶行 基因抱怨 爱抱怨的人 内心会越来越阴暗 坏事不断 与好事无缘 一天有两个年轻人 同在一家公司求职 经理先把第一位求职者 叫到办公室问道 你觉得你之前的公司怎么样 求职者面色阴郁地回答说 那里简直太糟糕了 同事之间勾心斗角 很难相处 部门主管 粗眼蛮横 以示压人 整个公司死气沉沉 工作令人感到十分压抑 所以我想换个理想的地方 经理听后说 我们这里恐怕不是你的理想乐土 然后这个年轻人满面愁容地走了 经理同样问了第二个求职者这个问题 而他这样回答道 之前的公司 很好 同事们带人热情 互相帮助 主管们平易近人 体贴下属 整个公司气氛都十分融洽 工作很愉快 如果不是想发挥我的特长 我真不想离开 听到这个回答 经理笑音音地说 你被录取了 凡是莫抱怨 抱怨是一种负能量 犹如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愚人无异 愚己不利 愚事无补 辞职者不愿人 致命者不愿天 愿人者穷 愿天者无智 抱怨是成功的天敌 抱怨是快乐的克星 抱怨是弱者的标签 抱怨是人生的毒药 你的世界 由你来创造的 你是阳光 你的世界就充满阳光 你有爱 你就生活在爱的氛围里 你快乐 你就生活在笑声里 同样 你每天抱怨 挑剔 指责怨恨 你就生活在地狱里 一念到天堂 一念下地狱 生活不会因你抱怨而改变 人生不会因你惆怅而变化 反而是你抱怨多了 惆的是自己 你惆怅多了 苦的还是自己 既然如此 何不微笑 既然这样 何必惆怅 人生在世 快乐是一生 忧愁也是一世 何不看开愉快一点 佛经上说 心生则种种法生 心灭则种种法灭 世间万物都是由心念所产生的 所以无论何时 都不要轻易去抱怨什么 而是要学会心存感恩 慈悲待人 要有一颗随喜的心 感恩和随喜是消除抱怨的最佳方法 要知道带着抱怨心做事 即使是好事 也无功德 常怀欢喜心行善 即使没成功 也有功德 每个人生活在环境不同 家庭背景不同 基于情况不同 所以活法也不同 所以无论处于何种境地 都不要抱怨事态 不能放弃底线 不必嫉妒他人 以感恩慈悲的心 面对生活吧 生活才会充满阳光 心灵是一面镜子 里面装着什么取决于 你面向哪里 收起抱怨的心 让心灵的镜子照相光明 让黑暗躲到角落里 眼不见心不凡 凡事都是优劣并存 多看好的一面 心就不会流泪了 亲爱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